開始了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要跟車友們來分享 這台算是KT的熱銷車總之一 那3代的這個是3代的 Mazda 3 2.0升的 这一台的轮胎铝圈 原厂就有配备了是18寸的规格 所以避震器在改装之后 车高在略微降低 整个的一个跑格就都跑出来了 那它的底盘悬吊系统 其实经理自己认为 比四代还要来得好 因为四代后方的话 已经改成是拖曳币的系统 说实在话是见仁见智 但是经理大概在去年6月底的时候 四代一上市的第二天 我就拿到车子了 然后在这里试开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忘记有没有开直播 可是四代的拖曳币系统 一过弯道 在弯道当中刚好路没有不停整 它的后手的一个稳定度 就没有独立系统还要来得好 所以我个人 这个是个人的感觉 个人的感觉是三代铝盘 还是比较扎实一点 四代的话 拖曳币的系统还是得要靠一个设定 才有办法比较达到一个偏向性能的一个设定 譬如说在Cyvic的Type R 它的后方的话也是拖曳币系统 可是它的阻尼设定 它的后手的一个设定 就会比较偏向运动化一点点 毕竟Mazuta 3还是以防车为主 所以它的阻尼设定的话都还是比较舒适 回到三代的话 它的后方的悬吊系统是多连杆的系统 是独立的悬吊系统 所以在弯道当中 如果有遇到坑洞的时候 它的后手就不会左边跟右边一起来晃动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一代二代三代的马赛底盘 本质是比较好一点点 那这一个四代的底盘有很多的车系是公用的 像是Mazda的CX-9、CX-5 还有这个是Mazda 3 或者是更小的CX-3 CX-3后走的话就变成拖一臂系统 跟Mazda 2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前面的一些悬吊系统的话其实都很接近 那这个是后方的桶身 它的桶身行程很长 那如果以这台车的话 像我们前天直播的车款是12代的Artist 那12代的Artist 我在影片中就有建议过车友 12代的Artist就比较不建议改装短台的话 那这一台的话它的行程长 所以改装短台的话 就算浪费掉2到3公分的行程 也都还没有关系 那今天要改装的不是短台 今天要改装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KT的道路板 不论这个后面的上座 桶身所有的防神套 所有的零件 KT都有附一个新品 都不需要沿用原厂 这个是后方的避震器 那它的主名 超级软 超级软 就跟一般的Toyota车系 或者是Mazda房车 很接近 就是很舒适 要性能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那这个是后方的弹簧 它的弹簧也还蛮长的 那改装成KT之后 就会变成是220长5公斤的规格 那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 这个是前面的上座 在上座下方 像这样卖花承的悬吊系统 前面一定会有一个轴承 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转向的轴承 那这一台车的前上座 KT也有附行品 那在弹簧的选择上方 KT的配置的话 就是配置200长7公斤 跟原厂一样是一个大卷式的盘 会比较舒适一点 那下方的话有一些离载串的固定点 ABS感应线油管的固定架 这些都是专车专用的一个规格 这个是原厂的部分 那这台车后方 后方的话是 像这个的话原厂都有一个 组装的一个记号钩 这个的话要把它对整起 那在后方的部分的话 这台车是多连营杆 那如果有看过经理直播的话 后方如果车高降低之后 这个轮胎的规格 是215458 像它原厂的Camber 倾斜的角度 倾角大概是这样 可是如果降低之后 它会倾斜的幅度 Camber的角度 幅度会变得更大 所以就比较有可能会吃轮胎的内侧 这边磨耗的比较快 这边磨耗的比较慢 跟原来还没有降低车高的时候的角度 会有不一样 所以就建议要改装后轮的阳角调整器 那如果没有改装 就会建议我们把吊胎的频率 把它缩短 就比较不容易吃胎 那后轴的话 在弹簧在这里 上方的话是Hiroki 这个是在调整后方车高使用的 上方的橡皮要沿用原厂的 下方的橡皮也是要沿用原厂的 这个就是原厂 它有办法 它有一个偏心螺丝在 在这个直壁的内侧 在这个地方 拍得到吗 这个地方 是在调整这个角度的 这个是竖角 它不是调整这个角度 刚刚那颗偏心螺丝 是在调整这个角度的 所以如果降低之后 这个角度 你没有办法用竖角来改变 只能靠Camper 靠仰角调整器来做修正 但是这台车的仰角调整器 外面的这一颗螺丝很好拆 可是里面的那一颗螺丝 会比较难拆一点点 因为螺丝要退出来的地方 会被车体所干涉到的 所以后脸好打 需要放下来 螺丝才有办法抽得出来 所以后面的仰角调整器 这台车会比较难拆装一点点 那弹簧介绍完毕了 再来就是筒针 在筒针的上方会有一个上座 KT有附一个新品 在上座的下方 这里看得到的话 可以看到一个旋钮 这颗旋钮就是在调整 这个筒针的软硬度 我们如果往顺时针的方向旋转 往顺时针的话 它就会变硬 往逆时针变软 KT一共有30段的阻钉可以调整 这里面有副防尘套满头 所以原厂都不需要使用 全部都是使用KT的一个零配件就可以了 这个防尘套还特别开模具 它的密合度 是刚好可以照住这个筒针的 它的行程后方也蛮长的 KT是做大概170左右 150后方是做150 后方做150 做一个长行程的规格 然后我们来介绍前方 前面的话配237公斤 胖胖的一个大卷汁的弹簧 有附上座 这台车前面很好拆装 因为都不需要拆到内装 我们把引擎室打开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塔顶 这里有三颗螺丝 在这里中间 这里会有一颗KT的logo 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 前面的软硬度的 一共有30段的软硬可以做调整 这一颗是马兹达2.0升的引擎 马兹达的话是以这样的房车集聚 是还没有把它涡轮化 所以它都一样是维持2.0升的NA引擎 那在这条弹簧应该比较值得介绍 这条弹簧它是200长期公斤 它弹簧跟弹簧之间的限距 会拉得比较开 所以它跟直卷弹簧的差异性 在它这一条弹簧 如果我们在遇到坑洞回弹的时候 直卷式的弹簧 它就是直上直下的运动而已 但是这样的弹簧它有一部分的力道 会往两旁来释放 而且它所上下能够作动的行程 行程指的就是弹簧能够作动的范围 会比直卷式的弹簧还要来多出35% 所以这一条弹簧它在乘坐上 就会比直卷式的弹簧还要来得舒适一点点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能判断 这样的弹簧就比直卷式的弹簧还要来得好很多 其实不是 要端看车体的设计 跟使用的一个方向 如果我们是把这一台车 拿来比较偏向竞技的用途 或者是前面的悬吊系统 是双A倍的悬吊系统 那就不会配上这样的弹簧 就会配上直卷式的弹簧 所以不同的悬吊 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用途 就有不同的弹簧的公斤数 不同的一个形式的配置 所以弹簧的配置的话 也还蛮考验一个制造厂的功力 那这条弹簧配置7公斤 这个在休旅车上 如果有看过经理直播的话 也都大概是配置这样的规格 那理载串 这个是理载串的固定点 还有ABS感应线 油管固定价 全部都是三代的 Mazda 3所专用的规格 那在KT的用料部分 也都相当的不错 像是里面所填充的主名油 我们是用意大利IP的主名油 那油风的话是使用的是日本 NOK的油风 在日系车的有不少的车友 推崇的都是日本TEAM的品牌 那TEAM的话 它的品质相当的不错 它所使用的油风 也是使用日本最大的一个NOK 油风 所以它品质才能维持得那么好 那经理刚刚所介绍的这款车 还有是Mazda 3代的 那如果车友们在选择BGC的时候 今年会推荐大家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一个经销趣点 去做事成 或者是找店家 我们的一个经销店家也可以 那如果针对刚刚的直播影片介绍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都很欢迎跟我们联络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